师父 我好看 师父 抱抱我 好吗 我爱你 所以原谅你 想不想看你燕子回来 你唱的是什么歌 竟然能够治愈 没有名字 如果一定要有名字 就叫七点零五分 好好的一个周末 我竟然这么睡了一下午 如果真有那么一个女人就好了 什么都对我毫无保留 房门被敲响 阿诚是房东老刘来催促的 他已经拖了十来天 而老刘似乎成了这座城市 唯一一个不会将他遗忘的人 你叫鱼卫 是吗 哦 我是 你们 你不用紧张 我们来找你 是为了调查一桩经济案件 你认识这个女人吗 好 认识 她是我的客户 大概是三天前 在我们公司 卖了一辆二手车 那你还记得她的名字吗 记得 查小青 你别紧张 方便的话 咱们到你屋里说 我们车行很少会收到二手号车 它卖的是一辆顶配版的保时捷帕拉梅拉 只跑了六千公里 相当于是准新车的 是吗 你给我们提供一下它卖车的收款账户吗 我们就是为了这个事情来的 他和我们要了现金 他要现金应该是为了方便后面花钱不暴露吧 对 现金消费是很难追踪的 你的不警觉 给我们破案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呀 这个看上去那么体面 漂亮的女人 竟然是警方追逃的对象 同志 我多嘴问一句 她到底犯了什么事了 这个我们就不方便透露 感谢你配合我们的调查 后面是有线索 随时跟我们联系 对于能够为我们破案提供中单线索 我们公安机关会给予五万块钱的奖励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五万块钱对于余蔚来说 能做太多事情了 父亲染上了毒瘾 母亲是个快退休的小学教师 弟弟交了女朋友 女方要房子 要彩礼 家里就把这个压力转嫁到了他身上 现在连房租都没有着落 妈 这么晚了 怎么还没睡啊 余蔚啊 你那边再想想办法 给于磊凑个首付的钱 等他和昭林把婚给结了 就算了了 咱家一个心愿 我也能放心退休了 不是 康康你转了一万块钱吗 是转了一万块钱 可这也不顶事啊 我就是一个买卖二手车的 余蔚结婚买房这事 我已经尽力了 你是家里的长子 能不能理解你妈 能不能帮你妈分担一点啊 你们都希望被理解 谁又能理解我呀 妈 不是我跟你吐槽 我现在连租房子的钱 都拿不出来了 你为了余蔚结婚这事 一听给我打电话 你让我心里这么想啊 因为 你爸不生气 妈只能指望你 你弟弟好不容易 遇到一个能结婚的姑娘 妈不能眼睁睁 看着这事黄了呀 这次就当妈欠你的 你再想想办法 妈 不能再欠了 我也是人 也会有情绪 你想想当初 我跟齐飞是怎么分手的 难道齐飞 就不是一个能够结婚的姑娘呢 想我回去想办法的 实在做不到 你也不怨我 我自己现在也过得一趟糊涂 挂掉电话 楼下房东老刘正往这边走 一而再再而三地脱房租 让他实在是没脸面对了 不知不觉走到了环岛路上 这已经成了他的一个习惯 总喜欢在孤独失忆的时候 来这里听听海浪的声音 我以前想过 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心爱我的人 我在我妈和弟弟眼里 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其实也挺冷血的 两年半的感情 说声就冷了 哎 好像成了我人生之中最奢侈的一个字 那不是警方正在找的查小青吗 查小青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 我在厦门大学附近的那环岛路上 看到了查小青了 你能确定是他吗 确定 戴着棒球帽 留着长发 身材挺好的 一米六七左右的身高 你跟着他 没追啥 他上了一辆出租车 你们赶紧不空吧 别让人给跑了 那你看清楚出租车的车牌号吗 有点远 号码没有看真线 是一辆红色的出租车 车牌上好像有两个五 车子现在往果浪雨的那方向开过去了 好 我们这就不空抓人 同志 如果你们抓到了查小青 之前说的奖金还作数吗 我代表的是警方 有绝对公信 当然作数 怎么样 抓住人了吗 小伙子 你是不是弄错了 我们拦向那辆出租车了 里面的乘客根本不是查小青 不可能吧 你们是不是拦错车里 我可是心眼看见他上车的 车子没拦错 怕是你看错 出租车里面的那个小姑娘 跟查小青是有点像 但是我们问我 人家是从杭州来 住在古浪云上 小伙子 你有这份心是好事 但是你真的得看清楚 我们的精力有限 这么一个的 许多其他事情就会耽搁 我跟领导也不好交代 对 对不起啊 我 算了 下不为例 夜里十点半 下门下雨了 雨水带不走 世人的心事 他已经习惯将所有事 擦在心底 文顾和他人说 沉默的结果 至少能让自己写得像个门 然后继续悄无声息的 去承受这个钱 世人 你压是穷疯吗 都知道替警方抓住查小青 有五万块钱奖金 可你也犯不着报假警吗 人家警察同志 可比你忙多啊 哎 吴小海 你别胡说八道 因为他绝对不是图纳五万块钱 他这叫心里有担当 有正义感 要是换了你啊 没准就被查小青的美色给迷住了 别说报警抓人了 说不定啊 还会帮他找个残物纳垢的地儿 跟着他一起造孽 得了吧 在大是大非面前 我可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北京爷们 我要是看见查小青了 肯定第一时间找警察 那你说个屁啊 因为他只是认错人了 谁还没个认错人的时候 哎 吴小海这人呢 出了名的臭钻 你别忘心里去啊 他说的没错 我就是穷疯了 我想要那五万块钱 哎 不是上个星期刚发的公司吗 你是去赌了还是去嫖了 都不是 我买了世界上最贵的屎 看不出来 你竟然还有这种爱好 这不是我的爱好 我是买来送人的 以后谁他妈的再针对我 我就请他吃 世界上最贵的屎 我小海啊 先吃一惊 糖果没有察觉出 我真实的心情 在他的眼里 我就是一个没有坏心情 只会嬉皮笑脸的人 就当是成年人的伪装吧 因为我很明白 世界冷漠 自己心里的那些烦恼和痛苦 在别人眼里 可能也就只是茶余饭后的笑料 所以我不喜欢抱怨 更不喜欢对别人倾诉 下班后 鱼卫拿着刚预知的三千块 找到老刘 将装了房租的信封递给他 房租有人替你给过 是谁替我给的 钱装在信封里 直接塞到我家邮箱里 信封上写着的是你的房租钱 六叔 信封能给我看一下吗 在这座城市 根本就没有一个在乎我 跟我走得近的人 到底是谁 替我给了这笔房租呢 对方似乎不仅是了解我 而且 也很了解老刘的收租习惯 六叔 给你买了一瓶好酒 当时 我给你赔个故事了 下个月 我一定做个奖金用的人 我也不是要催你房租啊 你们这些年轻人 就是太缺少压力了 一个个都不想着进步 所以得有一个 时不时能在你们背后 敲打一下的人 这都是为你好 知道吗 再给你点压力 三个月的水电费 一共960块钱 你抽去屋业 把钱给交了 我老刘打凶了的 这一年多 我已经彻底的看透了他 他只认钱 没有人情 他的冷漠 就是这座城市的一道墙 这我觉得堵得慌 我真的看错了吗 如果我想买茶友青 卖掉的那辆保时鞋 会不会有点太高调了 你想买那辆帕拉梅拉 那可是3.0T顶倍家常版 你真的想买这辆车 起码得准备110万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哎呀 这你就别管了 你那是不是有公司车购的钥匙啊 带我去看看吧 我真的挺心动的 鱼外 我决定了 我想贷款买这辆车 你那辆A4 不是开得挺好的吗 我真的不建议 你购买抽出自己消费能力的东西 以后压力会很大的 我最近呢 交了一个男朋友 是个富二代 但是呢 他家里对他女朋友的要求很高 我买这辆车呀 是为了自我包装 我知道 要想抓住他的心 得先让他的家人看得起我 女人和男人不一样 男人需要奋斗 女人更需要懂得在自己身上投资 与其累死累活的奋斗 还不如嫁对了人 你说是不是 你还真是什么都跟我说呀 就不怕我在你男朋友面前 泄露你自我包装的那秘密呀 哎呀 你不会的 咱俩可是这个公司里最好的朋友 糖果的话 让他想起了 有人替他交了房租的事 于是便问道 这两天 房东一直催着我交房租 是不是你偷偷地替我交了 上个月的房租 瞧你个大头鬼啊 我都不知道你住在哪 糖果似乎对这辆车喜欢得不得了 余味的心态却渐渐有了变化 夜里十点半 车库的灯已关闭 不料却发现一道人影出现在亮处 此人正是茶小青 她喝多了 以至于余味站在她身后都没有发现 茶小青 你是谁 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你那辆帕拉米拉 是我代表公司收的 你这么快就忘了吗 车子是不是已经被你们转手卖掉了 还没有 她一边说一边拿出手机准备打给江警官 而亲手将一个女人往监狱里送 使她手心不自觉地冒汗 这辆车对我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 如果不是逼不得已 我是不会卖的 哦 是吗 现在早就已经过了下班时间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有个同事看上你的车了 说是想要自己买了 我带他过来看看 你呢 这么晚来这里做什么呀 我说了 这辆车对我有很重要的意义 那咱俩就不算是偶遇了 都是为了这辆车 你给我站住 眼见茶小青没有理会 她快步上去抓住了她的后背 茶小青愣了一会 她开始挣扎 你要干什么 放手 警察已经找过我了 说你和一桩经济案件有关 那么多在我这卖车的 没有一个要现金的 我把现金给了你 就等于是住住为孕 今天我肯定得把你送到警局里去 话音刚落 茶小青却突然停止了挣扎 你叫余卫是吗 是 你先松开我 我想平心静气地和你说两句 你不用怕 在这儿我跑不掉的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 最能欺骗人的东西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 是你的眼睛和耳朵 你所见到的和听到的 不一定是真的 我是被人给陷害的 我没有做过任何触犯法律的事情 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 如果你真的是被陷害的 你更应该去面对那些警察 只有他们就有能力还你一个公道 你不了解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如果我现在去警察局自首 只会把自己逼上死路 因为所有的证据都对我不利 我在外面至少还有机会去找那个害我的人 只有找到他我才能给自己洗清罪名 你放我走吧 就到没有见过我 你知道警方已经悬伤五万块在找你了吗 你让我走 我给你五万 我知道你缺钱 卖车那天 我听见有人打电话和你要钱了 你当时的样子特别着急 也很愤怒 这笔钱肯定是你逃不掉的 你让我走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五万 正当于卫心情激动地想着 其中厉害关系的事 查小青趁其不备 往车库最暗的那个方向跑过去 别跑 前面有鱼豆栏杆 会撞死你的 你没事吧 查小青 就搬了一次 太不至于了 你 你赶紧醒醒啊 查小青没有回答 却是突然做起 顾了自己和于卫一事 于卫只好转移到干净的人 帮他脱去了嫩脏的外套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从来都没有像现在 这么狼狈过 我恨你 真的好恨 你知道吗 我真的好难 每天都过得特别煎熬 特别担心受怕 你到底在哪儿啊 你要是个男人 你就出来承担一切 你把这些家伙在我身上 算什么男人 我快要崩溃了 随时都能崩溃 真的 听着这些撕心裂肺的话 鱼卫心情复杂 默默将一支烟 抽到只剩下烟蒂 查小青手无力地搭了着 露出的手链 让他想起了起飞 不禁有些伤感 你朋友喝醉酒了吗 需要帮忙吗 没事 我没喝酒 等到出租车 我们就走了 你的身份证可要看一下 我没有带钱包 报身份证号可以吗 也可以 鱼卫将身份证号报给了附近 并没有向他揭发查小青 他已经相信了 查小青就是无辜的 你能不能来我这一趟 你现在啊 现在 鱼卫啊 咱们认识这么久 你这狐狸尾巴 总算是露出来了啊 现在都几点了 你找我过去啊 弄什么好事 哼 我得郑重提醒你一下 我现在啊 可是有男朋友的人 我不能答应你啊 这么没有思想品德的要求 哎呦 你想什么呢 我就是让你过来帮个忙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 特别麻烦的事 你带一套你自己的那睡衣过来 越快越好 你是不是变态啊 让我带着睡衣去找你 要不要再带一瓶酒 让你有借口酒后乱象 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就不能像个爷们一样 非得用这些无聊的道具 来掩饰你龌龊下流的那些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带了一个女的回家 什么 你带了一个女的回家 你还能更邪恶一点吗 让我穿着睡衣去参观你的作案现场 还是你有更不要脸的想法 你给我闭嘴啊 你能不能等我把话说完啊 糖果沉默了 似乎知道她是真生气了 余味不太喜欢她拿男女关系乱太玩笑 虽然自己无所谓 但糖果这样子会让她显得有些轻跳 等你过来了 我再和你解释 她喝多了 吐了自己一身 我是让你来替她换衣服的 我不太方便 哦 那你把地址发给我 二十分钟之后 我的房门被敲响 刚打开门 糖果便是故作一副捏手捏脚的模样 看见躺在了沙发上的茶小青里以后 她用手指勾住了茶小青的下巴 先是打量一番 然后又用戏谑的语气对我说道 呦 女卫 真是看不出来啊 你的朋友圈里 竟然还有这种质量的女人 老实交代 到底是在哪儿勾搭上呢 人长得好看就算了 还一身名牌 哼 这绝对不是你能搞定的女人 是我的一个客户 最近遇到了一点烦心事 本来是找我吐槽的 没有想到她喝了这么多 把客户变成亲人的 你是第一个 哎 别说 咱们的客户圈 还真的不是烦人 糖果替茶小青换上了她的睡衣 然后我们又一起 将茶小青扶到了我的床上 我的心情有点复杂 所以又多看了茶小青一眼 这个细节被糖果给捕捉到了眼里 竟然自笑非笑的向我问道 你今天晚上 不是打算和她睡一张床吧 我睡沙发 睡沙发 就你这鸟笼一样大的地方 人家随便翻个身 你都得想入沸沸 那我也没地儿去 收拾东西 我给你去酒店开个房间 不用这么小题大做吧 我要是没有一点资质力 就不会喊你来了 不行 你必须去酒店开房间 我跟你说 这不是你能招惹的女人 你得清醒点 你就是一个卖二手车的 你都不知道她背后的男人是谁 别给自己乱惹麻烦了 我是真的怕你得罪了惹不起的人 你怎么知道她有男朋友啊 或者已经成家了 你太不了解女人了 我们只会为了感情上的烦恼喝酒 也只会因为感情上的事情 去找另外一个男人诉苦 等她清醒了以后 你什么都不是 所以啊 在她清醒之前 你得先清醒过来 还有 我再说说你的坏毛病 别没事就跟你那些客户瞎聊天 你以为自己是太阳啊 谁都想暖 其实人家只把你当垃圾桶 都一股脑地往你这儿倒垃圾 不会和你认真的 我知道 不用你提醒 我就是一个卖二手车的 以后我和我的客户只谈买卖 不谈生活 唐果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但我还是听她的话 去外面找了一个旅店给住了下来 我只是在同行查小情 我觉得她挺可怜的 所以就想要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我知道 当自己选择对唐果 隐瞒她身份的那一刹那 就已经放弃了对她的企图心 是的 潜意识是不会骗人的 我的小哥到了 你的 清茶有香 雨味长流 我的家 也快到了 比较吉美奈子さんから 迎来 比较吉美奈子さんへの 滅滅 那是一年前ですね 比较吉美奈子 メリークリスマス これからのクリスマスは 都一世に出口 四日 我一早便是起了床 然后又匆匆地赶到了自己的出租屋 跟我所设想的一样 查小青已经走了 她没有留下一点的痕迹 带走了她的一切 可是屋子里 似乎迷留着一些未消散的酒气 这让我失了神 过了好一会儿 我才打开窗户 然后一边眺望远处 一边给自己点上了一支烟 对于我来说 这个阴雨的早晨 就是新一天的开始 我没有多大的理想 只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有钱人 因为只有钱 才能够解决我所遇到的一切的麻烦 但我又很痛恨钱 因为也是她 让我丢失了一切真挚的东西 正是基于这种痛恨 所以我才会放过查小青 也放弃了那五万块钱的宣赏 想来我也不是感情 我只是在努力地做一个好人 到了公司 一群人聚在了一起 我也凑近看了看 手机屏幕上 正显示着查小青的照片 顿时 我感觉被倒灌了一盆凉水 这意味着糖果知道了真相 知道了我昨天晚上 说留的到底是谁 鱼卫 你跟我站住 你跟我出来 我和你说点事 从我再说吧 我待会儿 要和客户去车管所 办个过户手续 不行 天哪的事 你都先给我放下 鱼卫 你脑袋里装的都是屎吗 竟然敢收留查小青 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要不然我和你没完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就是一瞬间的同情 本来我真的是打算送他去警局的 你还能更扯一点吗 你又是贪图他的美色 我要是贪图他的美色 那干嘛还让你去给他换衣服 我自己动手不就完了 唐果 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 你难道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吗 这事我是做得有点现妥 但是 但是什么 我也说不上来 就是一种直觉 说起来这事你也有责任 要不是你身高慢液的 让我带你去看车 我根本就不会偶遇他 你少把责任往我身上退 你赶紧给我清醒点 茶友清现在是警方追逃的对象 而且还悬赏了五万块钱 你觉得他犯的事情能小吗 你敢收留他 你就是共犯 这是要承担法律后果的 我不相信你自己心里不知道 你赶紧告诉我 他人现在在哪儿了 我陪你去报警 也算是你亡样补牢了 今天早上他就走了 我们没有联系方式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真不知道 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 本来喊你去是想要争取你的意见的 可是知道你没有认出他是茶小型了以后 我就动摇了 可能我心里也相信他是无辜的吧 一个人清醒的时候 可能会胡说八道 但是醉酒了以后 说的应该都是真心话 他一直在反复地跟我说 他是被冤枉的 辨辨真假 是警方应该做的事情 你是不是有点管得太宽了 我知道这事是我做的不对 我跟你道歉 我不应该让你也掺和尽这件事情 先不说这些没意义的 你确定 你和茶小型不会再见面了 确定 我们绝对不会再见面了 昨天晚上的事情 就是一个意外 最好是这样 你赶紧那客户去车关锁过户吧 别让咱们的义士父母久等了 打开门 我看见的是一张自己特别不喜欢的面孔 爸 你怎么来了 你妈说你电话打不通 让我过来看看 多大事啊 值得你啊 大老远跑一趟啊 我得跑啊 找不着你 你妈就没完没人烦我 你替买房钱 你怎么说 原来你们不是担心我的死活啊 就是怕于脸买房结婚的钱 没着落是吧 你这么大一个人啊 能有什么事 于伟 不是我说你 你是家里的争子 不应该帮你弟弟分担你了 你还是他爸呢 你帮他分担什么了 你爸没能耐 要是有能耐 不会看着他这样不管呢 我看着老虞 心里一刺儿的无语 因为说起自己没能耐的时候 他总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难道这不应该是一件很丢人很悲哀的事情吗 爸 跟你一样 我也是一个喜欢破罐子破摔的人 这事儿 你跟我妈与其压榨我 不如让于磊自己争点心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最重要的就是得自我清醒 我就很清醒 在没有能力之前 我绝对不跟你提买房结婚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么敢 特别自私 我不听你说这些 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要是拿不到钱 我就在你这儿住不下了 我心里涌起了一种苦涩的滋味 这就是我妈对付我的手段 尽管心里有怨言 但我已经懒得和老爷争辩了 夜晚好似是在一瞬间来临的 自从起飞离开了以后 我就开始变得讨厌夜晚 因为我的身边再也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卖了一包烟 我在小区附近的便利店的门口坐了下来 我已经26岁了 至今一事无成 我莫名又在这个时候想起了查小青 我看过她的身份证 她今年25岁 等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我看见了站在路灯下的查小青 正用的一种复杂的目光看着我 你他妈疯了吧 我怎么你了 你一撞面就给我一耳光 你昨天晚上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脱我的衣服 是不是做了比脱衣服更过分的事情 如果查小青好好地问我 我会把换衣服的真相告诉她 但是她这一巴掌 把我骨子里的叛逆给打了出来 我就是趁人之危 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你混蛋 无耻 那你还骂对了 我就是一个无耻的混蛋 我这人不仅无耻 而且还贪得无厌 我现在就报警 如果你昨天晚上没有彻底和断片的话 你应该还记得我们的对话 只要把你交给警察 我就能够拿到五万块钱的奖金 不光有奖金 说不定警察 还会办一个什么建议勇为假 到时候 我就算是名利双收了 我虽然落难 但也不会向你委屈求全 我既然敢来找你 就已经做好了承担一切后果的准备 可是你记住 就说你对我做的这些事情 你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你不提醒我 我还真得忘了 你要是告我一个不法轻犯罪啊 我也得吃不了多着走啊 虽然我在言语上 对茶小青表现得很是不友好 但是内心却已经是对她刮目相看了 在我们对话的过程之中 她始终是显得不卑不亢 并且逻辑清晰 于是我更加好奇 这样一个看上去并不糊涂 甚至是很聪明的女人 为什么会被别人陷害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如果我真的像你想象之中的那么不堪入目的话 你现在根本就没有机会站在我的面前质问我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肯定听过农夫与蛇的故事 现在我就是故事里的农夫 而你就是那条知恩不报还反有一口的蛇 我 我不相信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我现在可以给我那个女同事打电话 但如果她来的话 你恐怕就没有机会走了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相信你是被冤枉的 你知道自己的话里有漏洞吗 不是漏洞 是我还没有完全的和你表达清楚 你卖车那一天 我那个女同事被老板安排在了车站上 她也没有见过你 所以昨天晚上根本就没有认出你是查小青 但是今天早上 她将拿出你的照片在议论 她就知道 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给她打电话 但你敢冒这个险吗 查小青看着我的目光终于是缓和了一些 大概是已经相信了我的话 就在我以为她会和我表达歉意的时候 她却是转身就走 我没有去追她 因为我更相信查小青是被冤枉的了 因为一个这么在乎自己敏捷的女人 根本就不太可能去做触犯法律的事情 毕竟犯罪才是最有损敏捷的 我就这么在胡思乱想之中吃完了桶里的面 却不想查小青去而复返 你怎么又回来了 昨天晚上摔坏了你的手机 刚刚去帮你买了一部新的 我那是一千多块的低端节 你这个太贵重了 我是个爱憎分明的人 你收下吧 要不然我心里会过意不去的 我也不是一个喜欢沾小便宜的人 你如果给我买一部同能价位的手机 我一定会要的 但是这部手机不行 我不方便这么跑来跑去 你还是先收下吧 想想也是 我便不再拒绝 刚准备和查小青在说点什么的时候 却意外地发现 雨薇 这让你新交的女朋友 这是我爸 你有事的话就先走吧 碰都碰上了 走什么呀 一起吃个饭 我看对面就有个兰州拉面 我请你俩吃刀削面 爸 你别以为谁都和你一样是自来出行吗 我跟这姑娘压根就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 我们连普通朋友都算不上 跟你爸还装呢 我都看见人家姑娘送你手机啊 没点过硬的关系 能送你这么贵的玩意儿 你要是真觉得她是我的女朋友 那我可就要跟你要房要车了 这事你们得一视同然 男人应该以事业为重 你还没到结婚年纪 胆着就挺好 这就是老鱼的嘴脸 典型的双重标准 好像我已经麻木了 所以也不愿意往心里去 我刚刚吃过泡面了 你自己去吃吧 你要是不去的话 那我就在这儿跟你把张三说了 我买了九点半回张中的火车票 我也不愿意在这儿和你耗着 你就这么一个地名 为了能让她和赵林把婚给结了 家里把能见的亲戚朋友都见了个遍 你是她亲哥 又是家里的长子 从头到尾只拿一万块钱出来 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啊 你多少再给拿点 我也不是想逼你 你知道你妈的脾气 我这次要是交不了差 以后她肯定不会给我好日子过啊 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除了不干 更多的是失落 你先回去吧 你就告诉我嘛 我一定会替于磊想办法的 最多一个星期 我再往家里挤两万块钱 你这话得算数啊 肯定算数 我也不想我妈整天和你吵 弄得家不像家的 鱼卫 我说话 你妈一般也不信 你给我写个字句什么 我拿回去给她看 如果刚刚还只是失落 那么此刻便是屈辱 我竟然是要给老鱼 我自己的亲爸写字句 我到底是欠了鱼蕾的 还是欠了家里的 当我在这张字句上 写下自己名字的时候 我甚至感觉手都在发抖 老鱼就这么心满意足地走了 等我抬起头的时候 查小青既然是还没有走 我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又从烟盒里抽出了一支烟 扔进了嘴里 听过一句话 想能者多劳吗 其实我挺开心的 从21岁那年开始 我就已经帮家里 分担经济压力了 家里人都拿我当顶梁柱 刚刚写名字的时候 你的手在发抖 你一直不走 是想留在这里看我笑话吗 查小青 你别忘了我有多缺钱 你就不怕我给警察打电话吗 你能解决的麻烦都是暂时的 就算你拿到了五万块钱 那也是治标不治本 于卫 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吧 我现在做什么事情都不方便 我希望你能在这段时间 保障我的基本生活 我可以献给你五万块钱 等找到陷害我的那个人 彻底洗清我的罪名以后 我再给你十万 我想有了这十五万 你以后的生活会好过很多 不行 绝对不行 你自己没有家人朋友吗 为什么单单要找我做这个交易呢 第一 警察曾经找过你 查小青有点失望地看着我 我赶忙避开了他的眼神 看向了对面不远处的兰州拉面馆 转着往身边看了看 查小青避开车楼 向你那个拉面馆走过去 叔叔 你不要为难鱼卫了 我只有两万块钱 你先带我去 啊 叔叔 钱你收下吧 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但是 你得把鱼卫刚刚写的那个字句还给我 他是你儿子 不管他有没有能力拿出这笔钱 你都不能让他写这个东西 他会难过的 丫头 我没说错吧 你就是鱼卫新疆的女朋友 天上可没有掉馅儿饼的事情 你赶紧把钱给人还回去 鱼卫啊 你也太不知好歹了 人家丫头把钱给我 说明他心里面有你 人家丫头多知道心疼你 你得好好珍惜 别老想着那些伯父妈妈的小姐 你真以为 我给你爸那两万块钱 是为了利用你吗 难道不是吗 也许你并不喜欢听同情这个词 但我就是觉得 你坐在长椅上不说话的样子 真的很孤独 很无助 你父母 本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可是他们 却好像忽略了你的情感需求 我已经盲目了 不管怎么说 我爸都不该接受你这笔钱 我会尽快想办法还给你的 我不会害你的 我知道自己没有违法 所以才敢和你提出这个交易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吧 说说吧 你到底是怎么的 为什么会惹下这么大的麻烦 我以自己公司的名义 从银行申请了一千五百万的贷款 然后向这笔贷款 借给了我一个特别信任的朋友 所以 相信经我的罪名 就必须先找到我那个朋友 我陷入到了沉默之中 我知道 当自己开始同情查小青的时候 就已经放下了心里的顾虑 其实我并不在乎查小青的经历 真正改变我想法的 是查小青和老鱼说的那些话 你在这住下吧 我相信你是无辜的 我就住在小区对面的 有一宾馆 你要是有什么急事的话 可以到那里去找我 好 简单洗漱过后 已经是深夜十一点 可是躺在床上却一点的睡意也没有 又点上了一支烟 想着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余文 你在哪儿呢 我才死过来陪我喝酒 这三更半夜的 狗都已经睡了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你骂我不如狗 我就是想要告诉你 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不管 你过来陪我喝酒 我又失恋了 别折腾了 赶紧回去睡觉吧 你不来是吗 好 那我现在就跳海自杀 这次不是真的伤心了 我到底是哪儿不好啊 认识了一个电视台的剧主播 就把我给甩了 没去卖却之前 我还是网络主播呢 到底比他差哪儿了 奥迪和奥拓就一字之差 你能让奥拓卖出奥迪的杂马 你会不会安慰人 说得我更想死了 我可没有安慰你了 我只是让你认清事实 因为我一直想已经踏进海里了 水特别冷 你就当可怜我吧 不用你安慰 只要你在我身边坐着 我特别害怕孤独 像要死了一样 你能不能别每次都拿死威胁我呀 谁让我知道你是一个嘴硬心软的人 真是怕了你了 叫了一个出租车 绕着环导男路跑了一圈 终于在音乐广场附近 找到了正在喝酒的糖果 你可来了 我人是来了 但心没来 大姐啊 已经十二点了 你知道我有多困吗 大不了明天请假 怕什么 我可不是老板面前的红人 麻烦你下次再失恋 能不能不要惊动我呀 一开始我真挺同情你的 但次数多了 我就觉得这像是一个闹剧啊 我也觉得是闹剧 可这次我认真了 真的很喜欢他 他倒好 转悦就和电视台的女主持人搞上了 他到底把我当什么啊 是 我就是一个卖车的 可我也是凭着自己的一双手 在奋斗 为什么就比不过那些 含着金糖石出身的狗屁白不满 是因为 我从出生那年开始 就被戴上了一顶贫鸣的帽子吗 你别这么想啊 你只是有点急功近利 其实本质上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女人 现在的女人 很多都已经没有你这样子的上进心了 你掏一下口袋 看看啊 这里面有什么好东西 大白兔奶糖 吃吧 吃点甜的东西心情会好的 一万 我就知道 你是这个世界上 对我最好的人 服着已经是彻底的喝醉的糖果 我一步一个脚印的 坐在沙滩上 安顿好糖果 我到了宾馆 倒头便睡 四日 我用了冷水洗了一把脸 就赶忙去罗下的超市 买了一些洗漱用品 并且买了一份早餐 我来到自己租的地方 看着被收拾的 一尘不染的房间 我惊住了 这个房间 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 你是一夜没睡吗 我很想睡 可是睡不着 你多注意身体吧 给你买了早饭 你吃完再睡一会儿 嗯 谢谢 洗漱用品给你放到卫生间了 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 我就先去上班了 嗯 嗯 还有什么事吗 我来那个了 你能不能去帮我买一包卫生机 我有点犯难 毕竟一个大男人去超市买这个东西 想想啊 就会是一幅 又滑稽又猥琐的画面 你要是觉得为难 那我自己去吧 看着没精打采的茶小青 我忽然想起了 已经从这里搬走了很久的旗飞 前女友留下的 这东西不会过期吧 还没有过期 能用 看着没有拆封的箱子 我不免有些难过 她买了如此多的这个东西 证明在这之前 她并没有打算离开我 所以由此可以看出 女人从希望到绝望 可能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不打算买那辆帕拉梅拉了吧 你问这个干嘛 是想嘲笑我吗 咱们这么好的朋友关系啊 我怎么会往你伤口上撒盐呢 我就是想向你寄点钱啊 你要是不买车的话 手头应该很宽裕吧 车是必须要买的 我已经把定金交给财务了 下要去做过户 这么贵的车都买了 能不能腾出个两万块钱 借给我呀 我有急用 我是贷款买的车 哪还有闲钱借给你啊 你让别人给你想想办法吧 真他妈的无情 以后有什么事啊 你别哭哭啼啼的找我啊 我时间也是金钱啊 你能能别嘴一句钱 又一句钱呢 弄得咱俩的关系都变味了 我一般也不开口和你借钱啊 我是真遇到急事了 糖果看着我没有言语 大概是感受到了 我心中的不快活 糖果又主动的开口向我问道 云伟 你没有再碰到过茶友亲吧 我要是再碰上他 还至于低声下气的问你借钱啊 难不成警察给的钱 没你的闲乡啊 看你那牙子必报的死样子 临清下班的时候 我又接到了我妈打来的电话 妈 我爸是不是已经回去了 没有啊 我打电话就是问你这事 他到底在干嘛呢 打他电话也关机了 不能吧 他昨天晚上就回张州里啊 还从我这里拿走了两万块钱啊 余伟 你可真是糊涂啊 你怎么能让他把钱带回来 你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吗 他不是已经窃赌了吗 这一年多 他都没有再赌过呀 那是因为他手上没钱 余伟呀 你就跟着他奏孽吧 两万块钱啊 咱们一家人 得多久才能挣回来呀 我待在原地 头皮发麻 老鱼实在是太上人绝望 我妈说 你下个儿就没有回张州 你是不是拿这笔钱就去逗了 今天是你生日啊 你看我给你送到一桌的粉丝 小茶还特意到楼下给你买一个蛋糕 你已经无可救药了 害他们的够什么事啊 想起老鱼将爸爸的人民币给输掉的场景了 我又怒火攻心 我握起拳头对着自己的脑袋一阵的是猛烈的敲打 余伟 你别这样对自己 有话可以好好说 叔叔 他到底怎么了 你说 你是不是又带着那两万块钱现金去赌了 而且数得一分不上 我 没有想到会输 一开始还赢了一万 都怪我自己太疼了 如果我早点收拾 就能多带一万回去给余伟 我也不是真的想赌啊 我就是想帮你妈多分担一点压力 让他以后能高看我一眼 钱都已经输没了 你这说的不是屁话吗 你要骂就骂吧 反正谁都知道 你爸是个窝囊废 看见了吧 这就是我爸 这就是我的家庭 其他糊涂 其他鸡毛 这也不算什么太严重的事情 我再给你两万 这一次你自己给家里寄回去 这个题好 余伟啊 你也别和你妈说我去读了 你就说我去朋友家答应一点 让你自己把这个钱寄回去 你妈肯定相信 你说话做事 还像个男人吗 你自己把钱输没了 行什么让别人给你兜着 你是不是以为 别人的钱都是大风宽来的呀 大破这阵沉默的是查扫青 他对坐在了沙发上的老鱼说道 叔叔 这两万块钱 我愿意给 但这次 不能算在余伟头上 得由你还给我 而且还得按照银行的利率 把利息一起算给我 你要是同意了 我就把这钱给余伟 那你给我写个欠条吧 你让他写欠条 还不如 时间让他去坐牢 他要是有靠谱的输入来源 他治愈混成现在这样了 小查 你别听余伟胡说八道 我给你写欠条 这钱我认 以后我一定连本带息 一起还给你 查扫青 向我带到了海边的一个码头上 然后独自上了一艘游艇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 手上 已经是拿了两万块的现金 原来 这儿就是他放钱的地方 这是我一个同学买的游艇 他去国外发展了 所以就把游艇托管给了我 这住人不一定安全 但是放钱还是挺安全的 查扫青又将钱 往我的面前递了底 我迫于压力 最终还是选择 收下了这两万块钱 今天是你过生日 开心点 我都忘记了 今天是自己的生日了 你爸记得呀 他买了很多菜 用自己动手做了出来 他是因为犯了错误 好让我不怪他 那他记住了你的生日 也是事实啊 如果心里没有装着这个人 又怎么会记得他的生日呢 我想 你爸应该也是一个好父亲 他倒吧 如果不是他烂怒 我们家也不至于 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觉得 这也未必是坏事情 最起码他的过错 也成就了你的坚强 我接触的人不算少 你是最特别的一个 相信我 你以后肯定会有一番作为的 虽然知道 你只是在安慰我 但我还是觉得很受用的 这应该是我收到的 最好的一份生日礼物 我们再去买一个蛋糕吧 你的生日还没有过完 算了吧 我现在只想安静一会儿 不行 人活着一定得有仪式感 你在这儿等我 我去买 太冒险了 真的别去了 还有一个星期 就是我的生日 我提上来 咱们俩一起过吧 我附近就有一个蛋糕房 肯定不会有事的 你在这儿等我 我去买 既然一起过生日 我也得送你一个生日蛋糕 夜里十点钟 我来到了一个离码头不远的蛋糕店 我要了两盒蛋糕 蛋糕需要现做 我就坐在了蛋糕店的门口等着 忽然想起 还有一个人在码头等着我 我竟然没有那么孤独了 雨薇啊 这钱是我替糖果转给你的 他把你之前收的那辆帕拉梅拉给买 说是一定得把提成算到你头上 当然了 提成也就八千块钱 剩下这一万两千块钱 是从糖果下跪的工资领域之的 他说 今天是你的生日 送什么都没有送这个蛇子 我在这儿也祝你生日快啊 希望你在以后的工作中 能再创佳季 糖果这个人也真是的 非得来这一套 说下糖果给的这两万块钱 我心里顿时觉得轻松了很多 我当即给糖果打了一个电话 雨薇啊 大老张 是不是已经把钱转给你了 咱俩之间没必要这样吧 弄得我都郁闷一天了 真以为你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呢 你说对了 我还真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 没有例外 如果是你的话 我一定会帮你想办法的 谁让咱俩关系这么好呢 我这正忙着喝酒呢 不跟你说了 你先别挂电话 对对对对 还没祝你生日快乐呢 余薇啊 祝你生日快乐 希望以后的日子 你能能奴奴翻身 做个有钱人 你得开好车 住大别墅 身边围着大把漂亮的妞儿 那样 你求得开心了 到时候啊 你也别忘了我 野树 豪车 都得分我一半 漂亮妞儿就算了 你留着自己享用吧 因为啊 我也是个漂亮妞儿 我对她们可不感兴趣 糖果 你是不是喝醉了呀 我没喝醉 少喝点酒吧 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自己心里得有分寸 你别老把希望寄托在这么一个地方了 那是有很多有钱人 可人家都是冲着找消遣 找一夜情绪的 他们不会跟你认真的 余薇 你给我闭嘴 就在我想要继续说下去的时候 糖果忽然挂掉了电话 我再打过去 她便不接了 赶紧许个愿吧 飘动的烛火之中 我看见了 她渴望的神情 不用想 我也知道她许了什么愿 她又让我许 其实 我和她的愿望一样 我也希望 她能够早点洗清自己的罪名 然后 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之中去 这次 真的是到处了小长 要不然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回去和你妈交差 你自己明白 就更要吸取教训 以后千万别去再碰那玩意儿了 你就不是能赢钱的命 余薇 也不是你爸真的想赌 你爸就是太没能耐了 还老想着一夜暴富 我找不到其他门路 就只能去赌 但是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你能找到小查这样的女朋友 等于给你爸吃了一颗定心丸 你得好好珍惜人家 没准以后 就能帮咱家的大王 要是小查真成了我的儿媳妇儿 你爸还瞎折腾什么呀 老鱼的话让我一阵反威 但是我也没有和他解释什么 因为他就是一个三观不正的人 送走老鱼之后 我便乘车去了公司 恰巧是糖果 也开着车进了公司 他的眼神有点优越 看样子 还记恨着我昨天晚上 在电话里说的那些难听的话 一位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不厚道的人 我好心让大老张把钱转给你 你竟然恩将仇报 在你眼里 我是不是就和那些夜长女差不多 你看你这话说的呀 我说错了吗 啊 你可别忘了 你昨天晚上是怎么说我的 我就是那种不知道自爱 只会倒贴的女人 这话呀 也就只有我会对你说 我挺希望你能够听进去的 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因为你就是在放屁 昨天晚上 我根本就没和男人喝酒 都是女性朋友 于外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毒舌呢 我真不知道 昨天你们是闺蜜聚会 亏我嘴气 你别往心里去了 换了新车感觉怎么样 舒服 哪儿哪儿都舒服 那就好呀 也不枉 你花了这么多的钱 说到钱我就头疼 等下个月发了工资 你赶紧把钱还给我 我一个月光车贷 就得还一万四 先还一半成嘛 别和我讨价还价 咱俩现在是半斤八两 谁也不比谁好过到哪儿去 这个月 我要是揍不出业绩 下个月就得急支挥了 糖果应该不是在和我开玩笑 这一天 他比任何的时候都要卖力 他卖力地推搅着那些固存车 卖力地 对着电话那头的不知名的人笑 也许这些都是逢场作息 但卖力地活着 确实真的 虽然自由地呼吸着空气 我却感觉到了一丝丝的窒息 以至于这一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 提不起精神 快要下班的时候 我被大老张叫到了办公室狠狠地给臭骂一顿 正因为我被客户放了鸽子 大老张最恨不诚信的人 他骂不到这个客户 便是把气撒在了我的身上 为了生存 我硬是一声不吭地听他骂完了 心里郁闷的时候 我总喜欢坐在车库后面抽着烟 我喜欢海风的味道 也许它是腥的 但吹到我这 便是夹杂着机油的味道 我会因此觉得 自己就是一台机器 不会疲倦 没有感情 更不会痛苦 雨伟 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啊 我这儿 不是有很多买新车的客户吗 他们有一部分 并不愿意把自己之前的车 卖给咱们公司 因为咱们收二手车的价格 普遍不高 我就想着 咱俩能不能私下 把这些车收过来 你不是懂二手车吗 你就只挑那种车况最好的手 而且你手上也有不少 想买二手车的客源 咱们各自把资源整合一下 就能去掉渠道成本 后面呢 肯定能赚不少钱 这都谁教你的呀 你不觉得自己不厚道吗 怎么不厚道了 你拿着大老张这儿赚到的钱 去撬大老张的客户 没有比这个更不厚道的事情了 听上去是挺不厚道的 可是厚道能帮你赚钱吗 能帮你在厦门买一套房子吗 鱼外 有钱人咱们见的也不算少 他们有几个是真正靠老老实实工作发财的 你真的得改变自己的想法了 你对别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残忍 你是对大老张忠心耿耿 可他还不是因为一点小事 就把你骂得狗血喷头 如果你不想再过这种低声下气的生活 你就只能混得比大老张更好 以我的三观来说 如果真的是要和糖果做这件事情 那肯定是先辞掉公司的这份工作 才能去做的 否则就是不厚道不仁义 所以我没有答应糖果 而我之所以不辞掉工作是因为 深知自己没有冒险的资本 我的身后没有家庭做支撑 一旦辞掉工作失去稳定的收入 就意味着孤立无远 感谢观看